这所监狱是男人的天堂,女人的地狱 女人们白天必须穿着性感的衣服下地干活 渴了不给水喝,受伤了也不给检查包扎 晚上,女孩们还不能好好休息 她们要通过抓究来决定有谁服侍男人 来到这个荒岛前,她们需要签署生死协议 只要签上这个协议,她们就彻底和外面的文明世界告别了 这里没有预警,更没有规则,像极了原始时代 最简单粗暴的强者生存,弱者只能服从 可谓是男人的天堂,女人的地狱 这天,黑妹因为过时杀人而被送到岛上 她刚一上岛就发现,海滩上飘着一具尸体 然而预警却视而不见,直接开着游艇转身离去 黑妹也彻底被流放在了这里 她刚打算在岛上模仿贝爷荒野求生 突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邀请她去他们的营地 在那里有预警给他们提供食物和饮水 她也不必一个人荒野求生了 黑妹拒绝了她 此日,黑妹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食物所剩无几了 为了火下去,她决定去男人所谓的营地看一看 来到营地后,男人们看着黑妹露出了恶狼一样的眼光 此时,营地老大也走了过来,对黑妹表示欢迎 黑妹友好的伸出手,想要文明地交流一下 不料老大却色眯眯地拍了拍她的翘臀 黑妹难以接受,直接甩开了老大的手 转身给了起一巴掌 老大当场就怒了,毫不怜香惜玉地将她打倒在地 并用脚狠狠踩在黑妹头上 黑妹大声呼救,可在场的所有人却都用冷漠拒绝了她的求救 黑妹用求助的目光投向营地里仅有的三个女人 她们却也只是在一旁看着热闹 黑妹绝望了,她不得不接受自己身陷狼窝的现实 晚上,黑妹躺在床上休息 短发妹却上前将黑妹揪了起来 让她去陪老大做运动 黑妹拒绝了,她受不了这里压抑的氛围 转身就要往营地外冲 可这里近来容易,出去却是难上加难 黑妹左脚刚迈出大门 就被门外看守的两个男人拖了回去 短发妹见黑妹被拖了回来 直接告诉她,在这里女人没有地位 她们白天要下地干活,晚上还要陪男人们 让黑妹安然接受做奴隶的现实 但黑妹是什么人 她发誓一定要干掉这里的老大 改变女人被欺辱的现状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此日,黑妹还是得服从老大的指令 如羹牛般下地干活 而在一旁休息的男人们 却看着身材火辣的女人们 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这座监狱里的女人太惨了 她们每天都要受到男犯人们的折磨 为了生存,她们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 女人们劳累了一天 刚要躺在床上好好休息一下 老大却拿着名单走了进来 让女孩们进行抽签去服侍男人们 可其中一个女孩却不需要 原来她是老大的女人 接着她们就走进了男人们的房间 开始了噩梦般的夜晚 天亮了,女人们又被早早叫起 开始给男人们打饭 而其中一个男人不停地跟长发妹搭讪 另一个暗恋长发妹的男人看不下去了 上去就是两下左右勾拳 被打的男人也不是什么善茬 果断进行反击 而扭打在一起 老大见状想要上前阻止 却被他身旁的军师拦住了 军师告诉老大 岛上的人越来越多了 但预警送来的东西却是固定的分量 如果岛上的人不进行削减 大家都会饿死 而唯一削减人口的办法 就是让男人们自相残杀 尸体只要扔进海里喂鲨鱼就行了 老大听完 瞬间毛色顿开 直呼军师聪明 便坐了下来欣赏他们打架 然而自作聪明的军师没有想到 这件事却成为了营地里发生战斗的导火索 这群死刑犯本就是亡命之徒 这件事发生后 对此不满的人日益增加 有些心怀正义的人 对老大的这种规矩和做法十分不满 意见相投的他们便组成一支正义小队 正义小队首先要拯救的是女人们 这天 小队便趁他们在河边洗衣服时 把守卫送上了西天 将几人顺利救走 小队带着女人们逃到后山 但队伍里却混进了一个流氓 她对漂亮的短发妹起了歹心 幸好小队的其他人及时感到制止了她 晚上男人们打来了野鸡 尽管制作得十分粗糙 但对于他们来说 却是上等的美味佳肴 正义小队酒足饭饱后就去休息了 可短发妹十分记仇 清晨 她故意引诱流氓男来到一棵大树旁 用手抓起一把蜂蜜 说要给流氓美美容 短发妹妹眼一抛 流氓瞬间就受不了了 短发妹借机拿起树枝敲向蜂窝后 转身就跑掉了 这时蜜蜂朝着流氓冲着过去 吓得她连忙跳进一旁的小狐狸 才躲避蜜蜂的攻击 从未见过如此疯狂的粤鱼 其中一个女球是名化学药剂师 她居然能够用岛上特有的矿石 和手上现有的材料做成简易手榴弹 一旁的宗发妹 看自己在做手榴弹的事上 没能帮上什么忙 便想帮忙做点其他事 然而很不幸 她却被追兵发现了 老大将宗发妹绑到了海滩上 想利用她引来逃犯们 老大让人用鞭子 狠狠抽象宗发妹的后背 很快 正义小队发现了宗发妹 被老大抓起来的事 但他们只能这样无力的 看着宗发妹受折磨 因为他们现在的能力还不够 无法和老大正面对抗 这时 狱警都不记到了 老大他们躲了起来 狱警上岸后 发现宗发妹一个人浑身是伤的 被吊在树上 便替其解开了绳子 然而 军师却派人趁机跑到狱警的游艇上 干掉了游艇上守卫的狱警 并躲过他手里的枪 射杀了岸上的两名狱警 军师趁机跑出去 躲下了狱警的两只枪 背在身上 然而 小弟抢到船后 突然想造反 谁知军师早就猜到了 直接一枪打死了他 但军师千算万算也没算到 藏在岸处的正义小队 将他的所作所为 尽收眼底 正义小队趁机发起攻击 先是救下了宗发妹 紧接着又派人投袭了 看守游艇的守卫 这次 正义小队顺利抢到了所有物资 夜晚降临 正义小队得到了大量物资 安全感倍增 于是他们围着篝火 谈起心声 原来他们有的人 是因为被污蔑和冤枉 才来到这里 接着 他们分析了队伍的未来发展方向 认为老大会很快发现 正义小队抢物资的事 与其等着他们袭击 不如自己打老大一个措手不及 第二天一大早 熟悉营地地形的医生 带着大家攻入营地 由于小队担心自制的 手榴弹不够劲 并先对一个小厕所 做起来实验 随着手榴弹的引燃 小厕所被炸得四分五裂 他们放心了 但这样大的爆炸动静 直接把老大他们引了过来 纵使正义小队手握炸弹 也架不住老大他们手里的加特林 他们躲在屋子里一顿忙扫 射杀了正义小队许多人 眼看队伍里的人一个个倒下 长发妹再也忍不住了 她拿起手榴弹 就往老大屋子里冲 老大也因此被炸断一条腿 而长发妹却被躲起来的军师射杀了 正义小队被彻底激怒 他们将炸弹扔进军师的屋子里 准备引燃汽油直接炸死军师 但令人意外的是 负责引燃汽油的宗发妹 突然之间圣母附体 她回想起军师对自己的好 不肯点火了 情急之下 卷毛男只好替他完成了任务 炸弹被引爆了 军师变成一个火人 从屋子里冲了出来 影片最后 正义小队在这个荒岛上 过起了男女平等的幸福生活 就算是玉井送来的新犯人 他们也会童话他 好了 小今天就多不到这儿了 亲爱的们 喜欢小电影多不哒哒 请点赞转发关注哦 妈妈哒 下期见咯